对于要竞争NBA历史前十 甚至是NBA历史最佳的球星来说 总亚军算不上什么有分量的荣誉 因为来到这个区间 大家都是拿最高团体荣誉 或者最高的个人荣誉来做比较 只不过对于普通的球 乃至大部分在NBA巨星而言 总亚军又或者是分岸冠军 绝对算得上是荣誉与能力的证明 哪怕是巅峰已过之后 心怀总冠军梦想的许多昔日球星 也是愿意屈尊去降薪 或者抱团加盟强队 寻求打总决赛追逐金杯的机会 只是总决赛每一年 仅仅有两支球队参与 球员的名额有限 哪怕是有心想抱团打一次总决赛 历史上也有很多球星 生涯无缘总决赛 在现役的NBA球员里面 罗斯算是没有打过总决赛的代表 不过只要还没有退役 生涯就还有打总决赛 甚至夺冠的希望 在退役球员里 没有打过总决赛的经典球星 又有哪些呢 克里斯韦伯在新世纪初期 是联盟顶级大前锋之一 除了邓肯 加内特和诺维茨基之外 他的名字也常被提及 韦伯的球风极具华丽 他是一位技术过人的大前锋 精通各种进攻方式 无论是内线还是外线 他身体素质出色 攻击发霉光 因为技术精湛 外线跳投难以防守 而且被包夹时展现出了出色的分球意识和侧应能力 他的球风成为了普林斯顿打法和内线灵气的代表 然而2003年膝盖微创手术后 韦伯逐渐失去了爆发力 职业生涯进入了下滑期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韦伯效力过勇士 巫师 国王76人和活塞等球队 攻击10次闯入季后赛 他在01-02在季率领的国王队 曾在西部决赛中以3比2领先胡人队 但最终遗憾地败杯 这一系列赛的结果一直备受争议 很多球迷只经仍为那场比赛中的裁判判罚而不满 这场比赛也成为了无免的国王球迷心中的一根刺 9.蒂姆哈达威 蒂姆哈达威是攻击型空位的巅峰代表之一 也是NBA历史上著名的运球大师之一 他连续胯下运球 接变相跳投的技艺出神入化 加上出色的组织能力 使他在那个年代成为了一位稀有的全能空位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交界的时期 蒂姆哈达威和米其里奇德蒙克里斯穆林 组成了超强进攻三人组ROM TMC 带领金州勇士成为了一只炮轰竞驴 然而那个时代过于侧重进攻的球队 很难夺得总冠军 因此尽管ROM TMC组合势如破竹 但最终也只能分道扬镳 离开勇士后 蒂姆哈达威在热活 小牛 金块和溜马等球队 继续追逐总冠军的梦想 但很遗憾他未能如愿 在与溜马打过总决赛的穆林 和胡人拿到戒指的米其里奇蒙德相比 蒂姆哈达威的职业生涯际遇并不那么幸运 8.皮特·马拉维奇 皮特·马拉维奇可以说是篮球史上的一位发明家 他以其华丽的球风 丑烦的运球和传球技巧 以及出色的得分能力而闻名 在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 然而尽管他在个人技术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由于团队战力的不足 以及个人健康问题 导致他的职业生涯相对较短 皮特·马拉维奇的季后赛征程却充满了遗憾 在他效力老鹰期间的三次季后赛中 皮特·马拉维奇都止步于首轮 直到他生涯的最后一年 在绿军塞尔蒂克打替补时 他才首次闯过了季后赛首轮 但最终止步于东部决赛 尽管皮特·马拉维奇的季后赛中 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他在篮球史上的影响和贡献 仍然不可忽视 7. 文斯·卡特 文斯·皮特作为四大分位中 技术实战扣篮最为出色的一位 尽管被认为在技术能力方面相对较差 但在人气和影响力方面却毫不逊色 相比同一时期的其他三位球员 卡特的职业生涯更为漫长 长达22个赛季 在这段职业生涯中 他效力于多支NBA球队 包括暴龙 篮王 魔术 太阳 小牛 灰熊 国王和老鹰等 共出战季后赛11个赛季 其中他最好的成绩是在09-10赛季 随魔术队打入东部决赛 但最终遗憾地被塞尔蒂克淘汰 未能晋级总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卡特曾有机会加盲当时 正处于电动状态的金州勇士 但他选择了放弃作为边缘角色 追求总冠军的机会 而是选择了在一支重建中的球队 打更长的时间 以度过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 6.格兰特希尔 格兰特希尔被视为初代的乔丹接班人 他的球风代表了组织型小前锋的重要传承 早年在校里活塞时 他常年保持着20加5加5的出色表现 甚至他最好的赛季里达到了25加5加5的水准 然而严重的脚踝伤势 让他不得不在职业生涯中长时间上天 导致他失去了明星级别的身手 后来在菲尼克斯太阳队 则成为一名优秀的角色球员 在长达19个NBA赛季的职业生涯中 格兰特希尔参加了8次季后赛 早年在活塞时 他经常止步于季后赛首轮 直到09到10赛季 已经是37岁高龄的老希尔 在太阳队担任首发小前锋 帮助球队打入了西部决赛 尽管最终止步于西部决赛 在西部决赛的对决中 老希尔与科比的队位竞争 既勇敢又令人无奈 这场景想必至今仍然深深应刻在 许多太阳球迷的记忆中 5.悉尼蒙克利夫 悉尼蒙克利夫 公路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档架 DPOY奖项史上的第一位获得者 单方压迫性出众 巅峰时期的悉尼蒙克利夫 是双一阵级别的得分后卫 最巅峰一季有23.0分 5.0助攻和4.3篮板的身手 曾经在季后赛队位中 压制过初出茅庐的飞人乔丹 足以称得上是狠人一美 在退役之后 蒙克利夫也如愿入选了名人堂 在12个NBA赛季的NBA生涯里 悉尼蒙克利夫打了11次季后赛 没有打上的一次 是营商报销的89到90赛季 83到84赛季 蒙克利夫带领小球士球队公路 在东部异军突击 一口气打到了冬决 可惜在冬决等着他们的是 大鸟罗德领衔的绿军塞尔蒂克 五场比赛过后 蒙克利夫便回家了 此后生涯一直无缘总决赛 过于于80年代的金块民宿 阿里克斯·英格利时 是NBA历史上排的上号的超级得分手 在三分线内的攻击手段极其全面 曾经连续8季总得分超过2000分 到了季后赛上的表现也很硬 获利那是丝毫不见 在17个NBA赛季的生涯里 阿里克斯·英格利时 合计打了10次季后赛 生涯季后赛平均数据达到了24.4分 5.5篮板4.5助攻 投射命中率达到50.3% 只可惜阿里克斯·英格利时 所在的金块队 在80年代的西部 不具备突围而出的整体实力 一代金块巨匠 从来没有品尝过总决赛的滋味 最好成绩是84-85赛季的西决 那一年的季后赛 英格利时场均30.2分 6.6篮板4.5出攻 只可惜在西决对战 收泰姆湖人的集赛比赛伤到了手指 尽快亦因此 摆被给当年的总冠军湖人队 只顾西决 多米尼克·威尔金斯 多米尼克·威尔金斯 因其惊人的扣篮技巧 而被称为人类电影精华 作为80年代NBA的一员 他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小前锋巨星 曾多次获得得分王城号 并入选过联盟最佳阵容和一次MVP年度评选中 拿到过的第二名 然而在季后赛方面 由于长期效力于实力较弱的亚特兰大老英队 威尔金斯的职业生涯季后赛之旅 并不仅如人意 在他的十次季后赛经历中 最好的成绩是在87-88赛季 带领球队打进了次轮 而进入分岸决赛的机会 也从未实现过 2.乔治·格文 乔治·格文是马次队历史上的早期巨星 他主要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 他以凸色的得分能力著称 其挑篮技术和绕指揉手法 更是堪称篮球技艺的典范 作为四次NBA得分王 乔治·格文的长军得分高达26.2分 他在MVP评选中两次名列第二 分别输给了比尔沃顿和摩西马龙 可谓是MVP奖项的遗嘱之一 在ABA联盟并入NBA联盟的九个赛季中 格文仅缺席一次季后赛 在这段时间里他两次在零马次队打入西部决赛 但未能突破到总决赛的舞台上 1.史蒂夫·纳什 史蒂夫·纳什 人们赋予他的外号是风之子 他是NBA历史上两次获得MVP奖的球员 被认为是小球风暴和跑空打法的先曲折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纳什、小李国太阳、独行侠和无人三支球队 他在NBA的职业生涯长达18个赛季 其中有12个赛季进入过季后赛 他两次带领球队打入西部决赛 一次是在达拉斯小牛效力期间 另外三次则是在菲尼克斯太阳时期 在所有拿过MVP的已退役球员中 纳什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过总决赛的MVP得主 更令人遗憾的是 他不仅获得了一次MVP 还连续两年蝉联了这个奖项 这一点让太阳队的球迷感到非常遗憾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奖项